但是因為你偏偏就是 不要臉的得了一座金鐘獎 以前是假聽 可是其實是在放空 前去 花花的時候 你在聽我講故事 然後 你直接整個放空看穿我耶 不是 我在後腦罩後面 回去我很受傷耶 其實講真的 你在主持界也不是非常的那個 資深 真的要講資深是你 所以你居然得過金鐘獎 我們怎麼好意思 把你們跟他們放在一起呢 我其實可以再跟大家 重新競爭一次 真的 我是一個滿謙虛的人 你願意跟他們坐在一起喔 滿願意 OK的啊 OK 因為這邊真的要講資深 那你自己把那些沙發搬過去 你自己把那些沙發搬過去 我先坐這裡好了 好啦 有金鐘的讓你坐下沙發啦 天雅倫你會得金鐘獎是 那個三十六題愛上你是不是 對 我就是靠著Sandy跟唐老師啊 所以你們是三人一起得獎 一起得獎 所以你們節目是走什麼路線啊 就是 那跟小姐不一起起來咧 你有有點親密 所以你有問到多 deep 就是 你講一個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一場訪問你覺得 真的問到很深 我有一次問那個 曾靜華跟那個 陳昊生 然後因為他來宣傳一部 童子電影 對 對 柯寨的時候 然後我就 我就問了一個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喜歡他 就是私下有沒有 對 對 因為對我來說 那個是需要很深刻的感情 結果 陳昊生給我哭耶 他就直接哭出來 而且他節目不在 不在我的廣場上面 因為我覺得好像 你現場感覺到有那個 氛圍是不是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很像迷霧 但是有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就問了一下 然後他哭到什麼前面 哭到不能自己 然後我還 事後我還打電話跟他說 對不起 我是不是問到什麼 那他哭誰那樣 你不是要中間先停嗎 沒有 就是繼續問 然後他就一直 我去 我去 我就先問別人 在等他先停復一下 那他最後的答案是說 他有喜歡他吧 他最後的答案是說 他不知道他 在這部戲裡面 對他的感情到底已經 虛實已經沒有辦法 這樣 近期的比較多愁善感 以前哪會這樣 我最近比較人性化 對 你現在真的 以前怎麼了 對 所以人性化是好的吧 好事 對啊 因為以前就只 一心只想收工 現在 現在不也是嗎 現在也是 但是現在會覺得 如果好聽的故事 我會真的是很投入去聽 對 以前是 以前是假聽 可是其實是在放空 你假聽都看得出來耶 真的嗎 真的 我之前去花花的時候 你在聽我講故事 然後 你直接整個放空看穿我耶 你直接整個放空看穿我耶 看到後腦子在後面 放到後腦子 拉他出去了 回去我很受傷耶 是你一個人來嗎 沒有 我跟吳三如 你跟吳三如那集 我有認真聽 妳看你連誰都不知道 那集我有認真聽啦 你有認真聽 我有聽到吳三如 聊了很多憲哥的故事啊 你看他只聽吳三如 我忘記你